新年快樂!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今年的希望就是每天早上來一杯正義的味道呢? 現在只要加入AINews的會員12門徒以上的會員方案 就可以每天早上來一杯正義的味道 已經是會員的觀眾 請寄一個你的email 附上你的會員的截圖 並附上你的地址 我們就會寄給你一個 只想買咖啡杯 但是沒有會員也沒關係 也會在我們Coffee的網站上面買得到 幫AINews買一杯咖啡 就送咖啡杯喔! 好,來到今天的這個新年第一個新聞節目 你的小孩到底在學校學些什麼呢? 這是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討論到的東西 因為這個國家的公立學校的老師 甚至私立學校的老師 你的小孩每天花的時間 比跟你在一起花的時間還要多的成人 你自願的把小孩送過去 服從他、被他洗腦 每天都在殘害你的小孩 他們教導的不是英文 不是數學 不是歷史 而是他們的性向 他們的性取向 他們是什麼樣的 所以今天我來出現我的小孩 來自我學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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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校的小孩 我學校的小孩 我認識我為一個女性的女性 我解釋了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我所說的 然後我說 我認識我為女性的女性 在我17年學校的學校 我從未到達到我的孩子們 我已經很感激 我已經很感激 我跟他們說的 我實在說 但他們甚至沒有打掛 一眼 這真厲害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他們的性向 對他們來講這麼重要 为什么老师的性向要在学校里被教导 为什么你的小孩要在学校里 学习他们老师的性向 还有为什么 你要把你的小孩送过去 给这些人摧残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吧 把自己的性生活 跟自己的学生公开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当然不要跟他们一样不要脸 就像我 我会定期使用来自西非的 Miracle Fruit萃取而成的 My ID的面膜 就算你是一个跟我一样这样子大男人 也是要在乎自己的脸的 男人不可以当一个不要脸的男人 所有的暗窗 皱纹 青春痘 粉刺 全部都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个样子 My ID的创办人 设立这家高档皮肤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群众 对于人口贩卖者的恶行的警觉性 对于受害者之与实质的帮助 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及时的被医治 和帮助的话 然后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 它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者是谁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会随时爆炸 当你在My ID打Live购买时 使用折扣码 AI News全部大写 所有的利润都会拿去帮助这些被摧残的儿童 也有部分会来帮助AI News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面膜实在是太好用了 现在使用AI News的折扣码还免费送价值25元的眼膜 这个样子不但不会不要脸 还会帮助到这些孩子 不要长大了之后跟那些 教台湾的老师一样不要脸 我其实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愿意尊重老师这个职位的一个人 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然后我觉得老师就是一群没什么专业知识 只能在学校骗钱的职业 教授就是找不到其他工作 只能在大学教书的自以为很聪明的废柴 当然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现在我懂事了 现在我看清楚了 我可以了解这些所谓的老师这些教师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但是绝大部分的老师是一群没有自信 没有主见 可以千篇一律的过生活 不要追求进步 只要求稳定 而且他们想要人服从 想要人接纳 爱强迫人的自恋狂 我就是很高兴 我的名字是美蘭茜 而我 我我是美蘭茜 而我 我想得告訴大家我今次開始是壽碧 剛剛看到的不是同一件事情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在拍 是那個老師當天在每一堂課都要上去講一次 因為他覺得這個對他來講很重要 他覺得對你的小孩來說 他的性取向是你的小孩人生當中必須要知道的 他認為你的小孩有義務要幫他拍手 要鼓勵他 這樣做代表勇敢、勇氣 你的小孩需要的不是英文、數學、倫理 而是他的性向 學校要把你的小孩全部都教導成受害者 讓他們學會怎麼樣偽裝成一個弱者 怎樣憎恨這個國家 怎樣覺得自己永遠是被歧視的 怎樣顛覆這個社會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亞利桑那州的州立大學ASU 去年的10月的時候發生了一個事件 我們當時有報導 就是有兩個白人男生坐在多元文化中心 學生講話的時候要注意不要發出種族歧視的訊息 跟延遲 以下是他們對於他們的懲處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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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礼的 在学校的活動 尊重的黑人 A.K.A.A.S.U. 你被判断了 我們16月16日 當你判斷了 你的判斷判的判斷判 我們被判斷 我們被判斷的中心 從性格和性格 你給我們兩次判斷 第一次判斷 第二次判斷 一判斷判斷 一判斷判斷 我們會說明年後 我們會跟黑人說 歷史上社會 我們會被判斷 這次判斷 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會給我們 ASU教育 教育 學生在 COLOR 在黑人 和黑人 這次判斷 其實判斷 沒有錯 他們不可能是錯的 他們永遠是對的 因為他們長期以來被壓迫 所以他們有資格這麼做 有資格驅逐其他的種族 性別的學生 他們這個樣子做是正義的 他們的反抗是被壓迫者無奈的反擊 跟馬丁路德金說的一樣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暴動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 所以說他們是可以暴動的 是可以壓迫別人的 他們可以使用受害者的身份 跟所有大公司請錢 讓人們捐款 所以他們可以不用工作 不用付出勞力 就可以在比佛利山莊買大房子 這個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應得的 只要我認為我是受害者 社會就應該要對我進行理賠 我有權力來壓迫別人 如果這個社會不存在系統性的歧視 或者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話 我們就要建立一個新的看法 讓我們的社會把我們當成受害者 最好的理由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可以聽到 就是最可怕的新病毒 Omicron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 Omicron侵入了水源 每個人都會得到 也被證明了 Omicron其實並不可怕 不會死人 根據Yahoo News的報導 這是來自CDC的統計病例 Omicron會造成 發燒或是發冷 咳嗽、呼吸不順、軟弱無力 肌肉痠痛、頭痛、吃東西沒有味道 喉嚨痛、鼻塞、鼻炎 或者是頭暈、嘔吐、還有拉肚子 裡面並沒有死亡 也沒有肺積水 也沒有什麼肺細胞纖維化之類的 就是之前說的那些Delta 還有一開始的武漢肺炎的症狀 全部都沒有 各位可以想一下 這個病毒到底跟普通的感冒 有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一顆掃精就可以解決了 要去掃精 不是甘涼涼的就好 家掃就要吃掃精 一定要配溫開水 15分鐘咳嗽 out 殺機火車票 掃精 還有殼金膠囊 方便有效 左派之前試圖要把疫苗 推薦給我們的時候 他們的說法就是 疫苗會停止病毒傳播 會殺死病毒 有超過的20-1回復 如果你把這個錢放進去 一個S&P500 然後再投資了 你會出現一些 $17 billion 但是你覺得是$200 billion 這裡 對 你不可以 你不會得到COVID 如果你有這些疫苗 這些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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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只保護自己 也 但是 減少了傳播 到其他人 讓社會回到正常 你得到第一次 你得到第一次 你得到第二次 你的目標 是禁止傳播 以免疫苗 所以你得到 幾乎 有疫苗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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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你都聽過了 你聽到的是這些 世界級的專家 教授 比爾蓋茲 我 我不知道 他在那邊幹嘛 你聽到了 美國的總統 在那個地方說 你只要打了疫苗了 你就不會得到病毒 你就不會被感染 你的 金鐘罩 鐵布山 你打了疫苗了 你就不會傳播病毒 這個疫苗 好棒棒 在對付未來的變異 也好棒棒 現在這些人 全部改口了 現在每個人都承認 他們說的話 全是屁話 他們說的話 全是屁話 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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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我正在看到病毒不僅對疫苗 也對病毒和死亡 病毒可能會有最重要的一部份 人們應該要有的 我們為什麼不相信疫苗? 為什麼不打疫苗? 因為我們一直有在做新聞 他們說的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我們的影片下面還會有一排字 說我們說的東西不是真的 OK,我們東西被fact check 是假的 說他們沒有這麼說 我們所有的新聞、所有的影片 全部都是有證據的 全部都是這些假冒偽善的人親口說出來的 結果反而我們被fact check 病毒會殺死人的方法就是因為 人體的免疫力太低 所以平常要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身邊 例如像指甲油 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ils 人要活得漂亮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ils 的顏色眾多 帶亮片的、沒有帶亮片的 霧面的、亮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Niji Nils 的指甲油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Holiday sales已經結束了 但是 AI Nils 的折扣還沒有結束 所以各位趕快去買 Niji Nils 的指甲油 變漂亮又可以更健康 好,讓我們回到今天的新聞 所以剛剛提到那些人 沒有信用 沒有人相信他們 不是我們的錯 是他們把自己的信用搞爛了 是他們一開始就高高在上的欺騙 所以說我們不聽他們的 或是任何人不聽他們的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因為這個病毒 這個疫情 這個疫苗 他們可以說什麼就是什麼 他們不但可以隨便幫你制定善惡 改變善惡 他們還可以隨便的改變是非 美軍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 美國的海軍 歷史上最強大的力量 現在有一艘軍艦被扣押了 不能執行任何任務 因為在船艦上面 100%接種過疫苗的士兵 感染了可怕的Omicron 新冠肺炎 有消息的情況 有消息的疫情 一切換成功 冠肺炎 海軍艦 紀念 山船 海軍艦 海軍艦 的巨大艦 在船艦 來進行 旅行 這道 就有陰塞 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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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 克克 克 克克 克克 克克克 沒有錯 我們這一開始就知道 就是美國聯邦政府規定 你一定要打疫苗 就算你有醫生證明說 你的身體不適合打疫苗 就算你的牧師說 你的信仰拒絕你打疫苗 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領聯邦薪水的話 你就是要乖乖的吃下這一針 特別是如果你在軍隊服務的話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藉口 任何的理由 因為我們需要的 我們美國需要的 是一個有戰鬥力的軍隊 隨時可以來防衛我們的國家 還有我們的盟友 結果現在全部泡湯了 因為我們有一艘船 100%完全接種的疫苗 還是爆出來了疫情 如果說這個疫苗 不能保護一艘 100%全部接種的船隻的話 就表示這個疫苗 沒有在做這個疫苗該做的事情 表示這個疫苗根本就沒有用 三軍統帥在選舉的時候說 要 shut down the virus 結果他現在 連他統帥的軍隊 都因為這個 virus 而 shut down 了 然後咧 還記得 剛過完聖誕節的時候 他說的嗎 聯邦政府對於新冠肺炎 也沒有任何的解決方案 政府沒有任何的解決方案 那麼 Dr. Fauci為什麼還在電視上 CDC為什麼還存在 NIH為什麼還存在 最重要的是 這些他們應該早就知道了 只是在裝傻 那麼現在承認幹什麼 為什麼Joe Biden現在要承認 因為他投降了嗎 因為他承認自己的軟弱了嗎 其實我們知道為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些掌權者已經得到他們想要的了 他們已經可以把逼迫人戴口罩 當成是一個正常的行為 這個已經可以讓商店 可以逼迫員工以及顧客 一定要打疫苗或是出示疫苗護照 已經可以隨時的關閉整個社會的運作系統 他們全部都已經得到了 美國的公共健康部門已經得到這些權利了 我們已經改變了人民跟政府的關係了 洛杉磯這個地方 疫苗護照已經開始實行了 員工跟雇主的關係 現在已經不是自願的合約了 政府已經介入了私人企業了 歷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已經發生了 窮人真的越來越窮了 有錢人變得越來越有錢了 中小企業、家庭企業已經倒閉了 小老闆只能回去當員工了 只能去Walmart、Costco、Amazon這些地方工作了 他們已經得到他們要的了 教會的人已經少了一半了 他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說 你還是要我們保護你 但是Omicron其實跟小感冒差不夠 我們現在還要做很多人 有可能會否變成冠狀 或是否受到疾病 或是病毒的問題 但我們也不在這方面 我們都在說150萬人 或多,那些人 等人,那些人 那些人 who都在病毒 你們都在病毒 你知道,那些人 人的這個人 和人生疑惑 之下 我們不在這方面 我們完全沒有遭遇 這次的情況下 我們不太遭遇 我們不太遭遇 這個病毒 還能臨 像是可以說過 不是错 COVID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只是跟感冒一样啊 科学是这么说的 但是政治方面 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还记得我们 在还没有选举的时候 就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吗 COVID会跟我们并行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 跟这个病毒共存 这个病毒不可怕 不会致死 我们要保护好 我们自己最好的方法 不是躲在家里 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活得更有意义 那很多人会说 之前跟现在不一样啊 之前的病毒比较可怕啊 会死人的 但其实没有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压迫 社交距离 口罩 强制口罩 疫苗 强制疫苗 疫苗护照 封城 锁国 都没有用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中小企业 倒了之后这些人 从原本的自由人 为自己工作的人 变成了失业者 只能回去上班 我那天看到一个节目里面 有一个来宾叫做 Laurie Greiner 她说 Entrepreneurs are willing to work 80 hours a week to avoid working 40 hours a week 就是创业家愿意 一个礼拜工作 80个小时 来去避免 一个礼拜工作 40个小时 因为 80个小时 它是自由的 40个小时 它是被奴役的 所以在这边鼓励每个基督徒 创业 努力 得到自由 当政府在逼迫你的时候 在压迫你的员工的时候 你要挺身而出 来保护你的员工 保护他们 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才愿意跟你继续奋斗 因为老板们 你需要你的员工的保护 因为政府在攻击的是你 政府最想要夺取的 就是各位老板的自由 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 他们希望把你抓到街头上 戴着高帽 上面写着牛鬼蛇神 逼你跪着跟他们认罪悔改 感谢大家收看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您家有青少年是篮球高手吗 或想让球季更上层楼 2022年1月8日开始 每周六下午 由脚声社区中心主办的 青少年篮球会春季训练班 欢迎8岁至13岁青少年 加入为期18次的集训 训练地点于 Boys and Girls Clubs of Pasadena 查询详情 请恰626-286-26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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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